直到看到薛之谦在演唱会上哭成泪人 我才明白当初他跟赵英俊说的那句话原来都是真的 我也是一个跟他非常非常有私情的人 我甚至曾经问他要过金子 我告诉他 我说我把你的孩子当我的孩子一样一样 他看了我十秒钟给我了一句过年 薛之谦跟赵英俊两人都是在同一档节目中出道 两人虽然在镜头前的互动不算多 私下却都是努力成为对方撑腰的好兄弟 在赵英俊最穷困潦倒的时候 是薛之谦主动伸出援手 他将许多歌曲交给赵英俊制作 事实证明赵英俊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方圆吉里 怎样 演员等歌曲风靡一时 赢得了无数观众和粉丝的喜爱 那时候薛之谦老板的大部分的歌曲唱片的制作都会交给我 比如说像那个时候什么方圆吉里啊 怎样啊 还有到后来的演员啊 这些歌曲我都是制作人 而且薛老板呢出手也阔绰 就别人给多少总愿意多给一点 甚至在赵英俊被诊断出肝癌时 他连父母都瞒着 却只告诉了薛之谦一个人 薛之谦发动自己的人脉 只为开启赵英俊音乐翻唱计划 更是放下自己所有工作 为他满世界寻找特效药 就连赵英俊做手术也是薛之谦前的字 尽管他一直在积极接受治疗 可还是无力回天 大王派他来寻山 他转弯人间就回去了 当你们看到现在这段视频的时候 我应该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了 他妈还能不能再抢救一下 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妙 有音乐 有电影 有女人真正的死亡 在这期间 他为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 录制的同名主题曲 更是成为了他一生的绝唱 本以为这只是赵英俊的又一首 为电影创作的主题曲 直到他去世的消息传出时 人们才明白 这是他唱给自己的歌 同样是癌症 却出现了两个极端 而赵英俊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便是 若某个夜晚狂风暴雨 便是我来看你 在薛之谦天外来物演唱会上海战中 当唱起赵英俊为他制作的歌时 天空中真的下起了大雨 他知道一定是赵英俊来看他了 而薛之谦留下的泪 为他而改的歌词 句句不提赵英俊 却句句都在思念他